央视画面天安门城楼无毛像节目为改造长播引发关注 中国国生日10月1日晚间在中共央视当晚的节目中 有网民意外发现舞台背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没了 而该档节目不仅正常播出怒骂央视亵渎毛的帖子 亦被删除引发外界关注广告 北京时间9月27日中国官方按照惯例 对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画像进行换新工作 10月1日晚间在中共央视第11频道播出的所谓纪念节目中 有网友惊奇的发现节目中的背景 及天安门城楼中的毛泽东画像消失了 尽管一些听惯了中共一言堂宣讲的网友大呼 央视的举动是明目张胆的亵渎毛泽东是一次政治错误 但类似的微博帖文很快竟被删除相关节目也正常播完 中共此举引发外界关注和网民热议 有网民留言说毛醉了醉了醉了 还是睡了碎了碎了毛粪扎的像被移除一帮走狗 就跟死了亲爹似的 还有网民讥讽道境后央视怎么说 央视记者怎么说 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足以使央视台长、书记、总监彻职查办更有网民语道破 那些被中共欺骗的中国人多崇拜独裁的报名 指毛泽东也有网民坦言 真要是宣布永久摘下天安门毛某某向大步 分中国人还是欢呼怯悦的 感谢观看